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老五的特伙们,我是老五,今天这期啊,跟大家聊一个好玩的事啊 这件事情的起因是啊,这两天本人刷短视频的平台,刷到了一个有意思的短视频 这个短视频的内容是,国内的一个小博主名叫何肥火阳哥 他发了一个视频称啊,他要状告一名大博主 这个大博主的名字,我想起很多同学都听说过 这名大博主名叫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然后这个国内的小博主与这一名大博主 而且这名大博主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他的主要活动的平台是X平台 那怎么就有了一个联系呢 一个国内的发短视频的 怎么就跟一个X平台上的一个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有了这样的一个关联 而且这一名国内的小博主要状告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呢 这件事情非常的有意思啊 这件事情大家往大了看 能够看到西方媒体舆论 西方媒体的一些信用还能不能够撑得住啊 而且大家也能够看到某些中国与意大利的一个关系 中义关系未来的一个走向 为什么国内的一个小博主状告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能够让大家看到中国与意大利这两国的关系呢 以及能够看到西方媒体的这样的一个信用的问题呢 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啊 跟大家聊一聊啊 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一名啊 这个国内的一个短视频的小博主 他为何要告这个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很简单 事情非常非常的一个简单的 是啊 这一名啊 名叫合肥火阳哥的这个小博主啊 因为他平时拍一系列的一些小视频 对短视频 他的这个短视频的内容 我相信啊 大家也都很熟悉啊 就那种套路 我本人是不是特别喜欢啊 就这种套路 也就是啊 然后自己啊 端着一个相机 满世界去找一些命苦人 对不对 找一些啊 这个社会的中下层的一些人士啊 然后的话去拍 然后找新闻点 或者说叫那个流量的爆点 那这个流量的爆点点在哪里呢 就是啊 你的身世有多悲惨 就是啊 卖惨的一些视频 然后的话 总而言之啊 你身世有多悲惨 我给你拍视频 然后呢 再展示自己悲天悯人的那么一面 对不对 哎呀 你好惨 在表演一通啊 就是那种啊 我关心这个社会的这个底层人 我关心啊 这个社会里边的命苦人 然后拍这样的一些视频 然后给点钱 或者说再帮个什么样的忙 做成视频 发到这个短视频的平台 换流量 其实我本人啊 是特别不喜欢这样的一套玩法 卖惨的一套玩法呀 然后不解决任何的一个问题 展现自己的 对不对 悲天悯人的那一面 拿这种东西来博取啊 观众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度 而且呢 欺骗的都是一些比较良善的 这样的一个群体啊 对不对 然后的话 换取啊 大家的一个眼泪 让我看起来呀 多多少少有点low 你帮别人当然是一个好事情 可是 然后的话 大家熟悉啊 海外的平台的一些大号的网红 这个发迹的这样的一个经过 大家也能够看到 比较类似的一些点呢 其实这是一个 非常 非常传统的一个模式啊 比如说啊 国外平台上的 曾经的啊 这算是啊 关注量第一位的 这个大号的主播啊 然后他的这个发迹时 我相信大家如果熟悉的话 也了解啊 基本上就是啊 满大街啊 找乞丐 给乞丐发钱 这个乞丐展现的不可思议 对不对 那样的一个表情 你怎么能给我那么多钱呢 厚厚一落的美元 对不对 然后这个乞丐在表现的 然后的话 这个眼泪也下来了 表现啊 这个非常感谢啊 这满嘴的 Thank you 对不对 然后这种视频一发出去 国外的这些观众啊 国外的这些老百姓啊 也爱看啊 这样的一个视频 这样的一种类型的视频 这种类型的视频 传到国内 对不对 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的 这种模式 现在做这种模式的 国内的这种小网红 其实也挺多 小博主也挺多 当然了 也有一些啊 这个吃到了一些 流量红利的一些大主播啊 这个例子 我就不跟大家来举了啊 但是总而言之吧 就这样的一个 拍这样类型的一个主播 名叫何维火阳哥 拍了一些啊 这个 这个悲惨人啊 悲惨人士的 这样的一些视频 火阳哥呢 有一次啊 拍了一个短视频 这个短视频的内容啊 是一个进城务工的 一个老大爷 这名老大爷呢 身世非常的一个悲惨 这名火阳哥呢 然后在他的短视频里面表现啊 悲惫悲惫人啊 他帮助这名老大爷 然后把这名老大爷的身世啊 也拍了出来 后来呢 他帮这个老大爷呢 找到了一份啊 这个应该是超市的工作 然后这个视频啊 完美收官 结果这个视频呢 被这个李老师啊 不是你老师 给给倒播 倒播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视频 然后倒播了呢 他也不是完整的倒播 他截取啊 这一名啊 进城务工的老大爷 悲惨的绅士 对不对 反正总而言之啊 这个中国啊 很多的人非常的一个惨 中国人太悲惨 好悲惨 好惨好惨 后边帮这名老大爷找到工作 以及这名老大爷啊 获得了一个工作 然后表现出的啊 那种欣喜一级 感激感激的那一面 这个李老师 不是你老师 他给他剪掉了 完全啊 完全不播 结果呢 这名火阳哥啊 看到了李老师啊 不是你老师啊 然后的话 转取的啊 转载的他的这个视频啊 这个很愤怒 也很生气 对不对 你怎么能够这样来偷我的视频呢 而且呢 你只啊 这个截取我这一部分的 这样的一个视频 你又在 这个暗戳戳的 对不对 然后说 中国这也不好 那也不好 他很生气 他表态 发了一个短视频 他又状告这个李老师 不是你老师 总而言之吧 这也就是啊 这个事情的这样的一个经过 最开始跟大家聊啊 从这个事情啊 大家可以看到 西方媒体的这样的一个公信力 对不对 以及啊 这个中国与意大利 这两个国家的关系 我相信很多东西会觉得很奇怪啊 李老五啊 转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的一个经过 那怎么就跟中共中意关系 能够挂上钩呢 其实也是因为啊 我看到了那个短视频 火阳哥的那个短视频之后啊 我忽然之间啊 对这个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啊 产生了一定的一个兴趣啊 我就简简单单的看了一下 这个李老师的一个发迹的一个经过 我就觉得这个人特别的有意思 我相信啊 大家只要能够看清楚啊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这一个账号的话 我相信大家能够获得一些啊 不一样的一些认知和观点啊 大家可能看待某些事情 看来都会更加的一个清楚啊 那这个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啊 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他让我感兴趣的点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李老师啊 不是你老师 我相信大家多多少少也了解啊 这个人啊 他呢 应该是啊 这个本名啊 叫李颖 现在的这个年纪也不大啊 到今年截止也就是32岁啊 非常年轻的啊 这样的一个人 但是呢 这个人 你也不知道他到底长什么样 对不对 这个人非常的一个神秘啊 他也不拍自己的一个脸 然后的话 他的这个账号呢 也非常的有意思啊 也基本上是 转载新闻啊 转载短视频 这样的一种账号 他没有很强的一个 个人的一个色彩 这样的一个账号呢 然后的话 结果成为了海外华人中文舆论圈的 这样的一个知名的大账号 成为了这个海外华人的一个标杆 我也觉得 哎 非常的有意思啊 那再往深了看 看一看这个李颖 到底怎么回事啊 查了查啊 这个李颖 大概2015年就去意大利定居 对不对 今年他才32岁啊 然后到2015年啊 就去意大利了 大概23岁啊 左右这样的一种状态啊 去的意大利 非常年轻 20出头啊 就去了意大利 去了意大利之后呢 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干嘛 对不对 总而言之啊 他反正他自己说 他自己是个艺术家 你也看不着这个李老师啊 展现出什么样的一些艺术的一个能力 然后来到了这个2021年的时候 这个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啊 就在这个社交平台上 发力忽然间爆火 这火到不能火 我相信大家对于当年的这个微博这个平台 对不对 有了解的话 大家也知道 对不对 这个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啊 在微博忽然之间啊 取得了大量的一个关注 对不对 你也不知道他到底干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 有什么样的一些事件 对不对 你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是总而言之 这个人火了 这个账号火了 对不对 但是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2015年到2021年 这六年的时间 这个李老师到底在干嘛 对不对 忽然之间从一个艺术家 变成了一个社交平台的一个大账号 而且还是突然间爆火的啊 这种大账号 刚才也跟大家讲了 这个账号呢 你也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 对不对 什么惊天地气鬼神的事情 或者说啊 某些事件 或者说啊 某些舆论 或者说啊 大家也对于国内的这种社交平台 稍微有点了解的话 对不对 你要火的话 你总得有点话题出来啊 对你跟人互相的掐架拍砖 对不对 你观点上的冲突啊 你立出来了什么样的一个大旗 你讲出来什么惊天地气鬼神的观点 你能够对不对 获取大量的这样的一个支持 可是这个李老师不是 你老师没有任何的这种事情的 这样的一个爆发点 对不对 那他怎么就火了呢 那我就对于这个账号啊 又有了另外的一层啊 这样的一个兴趣 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个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这个账号 对不对 刚才跟大家跟大家也讲了 非常有意思啊 他的这个内容 基本上都是转载新闻 然后呢 转载这个视频 主要就干这种啊 干这两件事 转载别人的短视频 转载别人的新闻 自己呢 啊 这个写上一句话 写上两句话 就火到不能行 但是我跟大家提个问题啊 就做这种事情啊 就转别人的新闻 转别人的短视频 做这种事情的这种账号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账号 我相信大家 能够套来另外一个名称 叫什么呢 叫搬运工 搬运号 对不对 大家对于啊 这个 这个社交媒体 平台 稍微有点了解的话 都应该知道 有很多的人干这种事情 在不同的平台之间 搬不同平台的内容 然后换取利益 这就是一个赚钱的一个行为 就这种账号吧 其实不管是在国内 还是国外的平台之上 大家基本上都不是特别看得上的一种状态 因为什么呢 你在盗取别人的劳动成果 你在盗取别人的视频 对不对 你拿着别人的视频为自己牟利 这种行为 无论国内外 没几个人看得起 没有几个人看得上 可是这个账号 它就爆火了 对不对 明明就是一个搬运工 明明明明明就是一个搬运号 搬运别人内容 盗取别人内容 盗取到今天啊 这个国内的一个小播主 合肥 这个火阳哥啊 闹着要告这个李老师 不是你老师 对不对 然后你一个搬运号 怎么就成为了海外华人舆论里边的标杆呢 这个事情更加有意思 这个李老师啊 不是你老师啊 这个爆火 爆火之后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爆的火 总而言之 这个粉丝量 对不对 然后咔咔咔 咔咔咔咔 不得了 好硬硬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大量的海外的一些媒体排着队的就开始报道这个李老师不是你老师了 对不对 好像这个人获得了某种认定 某种肯定 而且把这个李老师不是你老师捧的特别的一个高 你都不知道他为什么火起来的一个账号 对不对 结果被海外的媒体捧的那无限高 怎么叫无限高啊 首先啊 这个亚洲之亚的啊 自由亚洲电台 自由亚洲啊 评价这个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你这这句话 大家听听应不应啊 跟大家读一下啊 这个评价这个李老师呢 他叫以以以己之力啊 完胜世界媒体 火 这李老师对不对 这不得了了 这这玩意 对不对 这个世界的媒体都比不上这个李老师 在你媒体的公信啊 公信力上面 这个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最强强最棒棒最硬硬 就愣捧啊 大家发现没有 捧的要多生硬有多生硬啊 不仅所谓的自由亚洲啊 这么报道 纽约时报 华尔街日报 BBC对不对 包含什么美国之音 这些媒体 只要啊 这个李老师啊 不是你老师啊 说了一些什么奇形怪状的话 这些媒体排着队的报道 而且报道的时候 还称这个什么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啊 跟一个大良心一样 总而言之啊 这是什么呢 这叫什么呢 这个社会的良心 对不对 而且呢啊 能够影响公众舆论 对不对 而且呢 对不对 他这个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啊 拥有一种过去别人从未拥有过的权利 这个权利是什么呢 叫什么呢 叫这个大众信息的聚合者啊 对不对 因为他发的这些啊 发的这些信息 发挥着啊 这个难以替代的一个作用 他是啊 这个来自啊 这个中国大陆新闻的啊 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发源 总而言之 这个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特别的重要 对不对 他在这个世界媒体都不如他 而且他说的东西啊 特别的好 特别的棒 打良心 就这样的一种 这样的一种评价 大家没觉得特别的神奇吗 一个搬运号 每一个人都可以当当搬运号 每一个人都可以搬别人的内容 不同平台的内容 在不同平台之间来回的搬 对不对 你也可以像这个李老师 不是你老师一样 当一个啊 对不对 这个 这个组合 祖国憎恨者 对不对 中国哪有这儿有问题 哪有问题 哪哪哪 他都有问题 中国反正是没好的地方 你也可以做这样的一个人 你看一看 有国际的媒体报道你吗 对不对 大家对于海外媒体啊 海外中文媒体圈子里边了解的话 大家也都知道 奇形怪状的人一大堆 可是海外媒体怎么不关注那些奇形怪状的人呢 只关注一个搬运工 只关注一个搬运号 所以说这个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账号 对不对 为什么跟大家讲 这个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啊 是一个搬运号 不仅仅是他来回的搬 对不对 来回的搬谁都能干 对不对 这个东西可简单了 搬 搬内容 谁不会搬呢 偷别人内容 对不对 那多轻松啊 自己生产内容 自己对不对 生产一些啊 提供一些自己做的一些内容出来 那困难 对不对 那得用心用力自己去做 搬别人的 轻轻又松松 那为什么 跟大家讲 这个人有问题 这个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啊 据别人调查 对不对 曾经啊 一天最多啊 一天的时间最多发了三四百条贴文呢 一天三四百条 大家知道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吗 大概平均几分钟 三四分钟 两三分钟啊 就得发一条贴文 不吃不喝 不睡 不拉不撒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一天二十四小时 平均 每两三分钟 三四分钟 就得发一条贴文出来 这像是一个正常人能干出来的事啊 这不是搬运工 这是什么 说他是搬运工 我都讲的 说好听了 大家知道吗 一个偷别人的内容的人 一个偷别人内容的账号 而且还是大量的偷 一天几百条的偷 这叫什么呢 这叫一个小偷搬运工 对不对 一个疯狂的小偷的搬运工 每时每刻 他都在搬运别人的内容啊 这样的一个账号 成为了西方媒体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标杆 给海外华人群体提供的一个标杆 这样的一个账号啊 被海外的海外的媒体啊 评价为啊 这简直是以一级之力 完胜了世界各大媒体 对不对 这个啊 提的那么的高 他有那么好吗 其实这也就要讲回 今天最开始 跟大家聊的 合肥火阳哥 一个国内的小博主 要状告这个李老师 不是你老师 这样的一个事件了 对不对 这个火阳哥是为何要状告 这个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呢 你截取别人的视频 你盗播盗取别人的视频 你不经过别人的同意 然后搬运别人的视频 而且还是断章取义的搬 人家要告你了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人家要告你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你啊 这叫什么呢 这叫有什么所谓的 这个媒体的公正性吗 这叫有什么所谓的 什么媒体的公信力吗 对不对 海外媒体把你啊 这个拔的那么的老高 对不对 完成了世界各大媒体 完成世界各大媒体的 所谓的什么 这个华人信息的重要的信息 提供啊 这个提供源 重要来源 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什么这个人们啊 这个信 人们发送信息的聚合者 拥有啊 别人从未拥有过的权利 对不对 拔的那么的老高 那我就想请问一下 对不对 这个完胜了世界媒体的 这个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你的这个公信力何在啊 偷有公信力吗 对不对 断章取义有公信力吗 人家要跟你上法庭 来聊一聊了 那你准备如何来 如何来面对这样的一个局势呢 那真的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这真的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 总而言之 最开始跟大家讲 这个事情 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事件 国内的一个啊 小主播状告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这样的一个事件 能够让大家看到 这个西方媒体的这个公信力啊 公信力何在呢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 西方媒体排着队捧的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干的这要什么事啊 对不对 一个搬运工 而且是一个 真的是一天几分钟啊 这个每天啊 一天几分钟就得搬运别人一条 倒窝别人一条视频的 这样的一个搬运账号 对不对 然后呢 这样的一个账号啊 怎么就成为了完胜世界媒体的 这样的一个重要的 这样的一个自媒体呢 这个中国人里边的大良心 就是这样的一个大良心吗 靠偷的 这样的一个大良心 你西方媒体给大家一个交代呀 对不对 你的公信力在哪呢 当然了 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 西方媒体的公信力 一天不如一天 一日不如一日 但是这个事件 如果真闹上法庭 那真的是可以让大家见证 西方媒体往下去掉的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局面呢 然后不仅如此啊 最开始跟大家聊 对不对 这个事情也会影响 中国与意大利的某些关系啊 为什么呢 因为要上法庭了 而且刚才跟大家讲了 这个李老师不是李老师 这个账号十分的一个诡异 一个搬运工账号 西方的媒体排着队的去捧 海外中文舆论圈里边 各种各样的编较料一大堆 那些编较料账号 这些西方的媒体不去捧 就捧一个 对不对 就捧一个 这个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上了法庭 要不要见见真章啊 对不对 不说那些啊 特别神奇的事 对不对 不说你西方到底在背后 操作了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就说这个李老师 不是你老师 倒播 对不对 倒播别人的视频 偷别人的视频 这个事情怎么算 对不对 那意大利将会如何来 看待这样的一个事情呢 这个案子 如果说去意大利去告的话 那意大利政府将会如何接招啊 意大利政府 你是否要允许这样的一个啊 偷中国人视频 倒播中国的一些创作者内容的 对不对 这样的一个偷到账号 偷到 然后呢 搬运账号 你是否要包庇这个账号呢 而且这个账号 对不对 背后到底怎么回事呢 你意大利政府是否要包庇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你意大利政府自己看着吧 意大利现在在欧洲内部 也属于一个啊 有点唱反对声音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尤其是意大利的梅洛尼政府 是一个右翼政府 这样的一个政府啊 极啊 极其看重自己本国的一个利益 哪怕说啊 为了美国也在一带一路的一些事情上 跟中国唱过反调 但是梅洛尼前一段时间也放话了 也跟中国谈的那叫一个开心 那你啊 梅洛尼 因为看重中国与意大利的这个贸易的一个关系 然后的话啊 访华 哪怕美国人希望在某些事情上逼着意大利要配合美国 他也来中国了 那你是否要因为这样的一个事件影响中意两国的关系呢 意大利自己看着办 总而言之 这样的一个事件 对于中国与意大利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以及这样的一个事件 未来会不会上法庭 会不会在意大利 对不对 会不会在意大利的法庭 让大家见识见识 这样的一个倒播的一个账号 倒播别人视频 偷别人视频 倒播窃取他人劳动成果的这样的一个账号 对不对 会不会啊 被意大利保护呢 对不对 咱们就等着看 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未来还会往哪个方去发展呢 咱们啊 拭目以待 好吧 今天这期啊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 感谢各位啊 感谢观看